企業可持續發展大獎2017得獎企業 由世界綠色組織特約播出 今時今日企業除了賺錢之外 還要講與社會和環境的關係 所以拿到獎就絕對不容易 今早我找來未來照明行政總裁胡志聰先生 早上 郭志仁 你好 你們做燈飾的很難限電很難環保 也不是的 因為科技發展 由以前烏絲膽年代到省電膽到現在LED 正正我們的行業是在環保這方面的大改變 朝著這個勢做環保不是太難的 我們抱著一個心態都是少有少做和積小成多 簡單舉一個 你認為都是小措施 不過很有效的是哪方面呢 做回我們老本行 我們做燈 第一時間就把全公司的燈轉換了環保的燈 就是LED 轉換了LED 我們這兩年的省電量或者省電費量 都可以去到16% 做了綠色企業之後 對公司那盤數整個形象有什麼好處呢 早前有一個客人 我們就極力推薦我們自己的環保照明的方案給他們 他問了我們一個問題 你們自己有沒有用的 自己用了 拿到這些獎 就可以很有力地去說服他們 說得大聲一點 賺錢之前都要想想怎樣省錢 以及自己做了 說出來說服力都大一點 今早多謝你 Thank you 企業可持續發展大獎2017得獎企業 由世界綠色組織突約播出